各位好,我是杨顾问 今天跟你介绍一款APP 叫REVIVE 它本身呢,能够帮你的照片 里头的头像 它会辨认出来 然后呢,配合歌曲 会有生动的表情 让你的照片 栩栩如生的活过来啦 效果如下 现在这是原始的照片 这是大人,这是小孩 那如果我只要大人唱歌 我点一下 那如果我要小孩唱歌 我要大人小孩轮流唱歌 我两个大人小孩同步唱 就是轮流唱 那当然,我如果配的歌曲 或人不一样 它的唱法就不一样 那这个是快版的 那如何去安装这款APP呢? 我们示范 Android的安装 如果你是iPhone的话呢 需要iOS14以上的版本 Play商店进来之后 进入到搜寻框 点一下,出现插入点 然后输入关键字 REVIVE 然后按Enter 或者这边选搜寻 就找到了REVIVE 对应的有安装 你就选安装 安装的时候它告诉你安装中 安装好之后 它会轮流出现一些人 配合唱歌的影片 这时候你选择Try it now 选完之后它问你 是不是可以存取你的手机相片 你当然要允许 这时候进来的第一个影片 是这个人唱的这首歌 您可以挑哪个照片 要跟它对应 所以我挑了这个照片 选下去之后 照片就出来了 你就去挑一张照片 假设我挑一张照片 挑完之后 就等于要用这张来做影片 所以你点下去的时候 过了不久之后 这个人就会唱歌啦 唱刚才那个男人的歌啦 那如果你选择Continue 就继续啦 继续之后 它就开始告诉你 如果你再Continue 就是要付钱 那原则上 我们只要玩一玩 不要付钱 这时候你就选择插 跳出 跳出之后 它又继续让你玩啦 您可以挑哪一个人的歌曲 或哪两个人的歌曲 那你可以用向左滑动 就陆续出现 那你觉得哪一个不错 你就挑其中一个 假设这个男的 挑了 挑到他之后 对应的照片 是要用哪一个 当然你就选择照片 假设选这张照片 选好之后 这时候呢 这两个人 目前用黄框框住的 表示要以这个人为主 你点他一下 黄框就不见了 你选了这个大人 这个大人就出现了黄框 表示这个人要唱歌 那你又选了小孩 这个小孩也出现了黄框 表示小的也要唱 这时候你continue之后 两个就来唱歌啦 你制作出两个唱歌的影片之后 您可以选择当 就结束啦 结束之后 他就问你要不要储存啊 我当然要储存啊 我就储存并脱离 这时候他就请你帮我打分一下 我这边就告诉你 我给你五颗星 Submit就送出啦 他就跑出Google Play 说你给我五颗星吧 我就点这个 给他五颗星啦 然后为什么给他五颗星 我就给他说有趣 好 发布 然后完成 表示你就安装好了 而且你也制作了一个影片 而后我要陆陆续续 做影片的话 我就当开启就可以啦 您在您的手机相簿里头 就会有刚才两个人 唱歌的影片啦 而后我们进来 当然可以选择Google Play 到了这个软体选开启进来 或者你已经安装过了 直接选这个图示进来 进来之后 挑歌曲 滑动向左滑 挑到某一个歌曲 假设是两个人唱的歌曲 你选他之后 他就上去了 您之前用过的相片 就可以直接挑 或者你再到相本去挑 我用之前做过的相片 挑出来 他就这两个 目前因为这两个人 是可以轮流唱的 所以你选了照片之后 出现 目前 已经给你说 这一个人 为第一个人 那你如果说 我要挑这个 点一下 他这边也都变一 两个都是一 就是两个同步唱 所以你continue之后 就会发现到两个人同步唱这首歌 那当然 我如果要继续制作 这里有一个技巧 是你按一个回头键 这时候就会出现 刚才这个要不要存 我就储存 然后脱离 他又回来了 那我刚才都是一 表示两个人一起唱 那我如果是有分 第一个人跟第二个人 轮流唱的话呢 你的设定 目前 目前他是一 你点一下 他就变二了 这时候 你选 continue 因为你继续在做第二个 他就要给你广告啦 你这时候 就要慢慢等待 每做一个 他就会给你广告 你广告 出现之后 这里有一个 大鱼的符号 有可能 你要等半天 才会出现叉 或者你要按这个 向右的符号之后呢 才会出现叉 有的还会有 倒数计时的秒数 秒数倒数完之后 才会叉 看他所出现的广告 是哪一种 所以你把它叉之后 就会回来了 回来之后呢 你就可以 选择小于符号 又出现 要不要存档了 当然 我这时候 要储存 他又返回啦 您可以设定 我现在只要大人唱 我只要小孩唱 这时候 小孩现在是2 你点他一下 这个就不见啦 我现在要大人唱 所以我continue 又开始要看广告啦 这时候 有两个 大鱼的符号 你就选他 然后这里头 等一下之后 他叫你安装 你不要 你就选插 又出现 你还是给他插 这时候就返回啦 你就会发现到 大人在唱啦 大人唱 你要把它储存 一样 倒退 倒退之后 这时候 他就说 要不要储存 你说储存 刚才一个人 的设定画面 就出现啦 如果 我希望 小孩子唱 所以 这时候 你点 大人一下 变2 我这时候 选小孩 小孩选下去之后 他就变1 他是2 可是我大人 不要唱 我大人 再点一下 他就消失啦 所以现在 黄框框到的是 小孩 我选择continue 他就要帮你制作 可是先让你看广告 等到有差的时候 你差再关掉 关掉 完了 这时候 变小孩子在唱 当然 我选择 小于符号 他就问你 刚才那个 要不要存 小孩子唱的 要不要存 你当然就储存 如果你要一直制作 这个动作 就一直重复 一直重复 一直重复 那当然 到最后 我要脱离 不要到他的pro版 pro版要钱的 我这时候呢 就可以 想办法 用工作清单 把它关掉就好了 那各位 可以发现到 您这时候 所制作的 影片 都放到 你的相簿 来了 所以 有两人合唱的 有两人 轮流唱的 有大人唱的 有小孩唱的 还有两个人 同步唱 另外的歌 都有 我们操作示范一下 这里有张照片 我希望把它做成呢 会唱歌 我执行 Play商店 在搜寻框 点一下 出现插入点 输入 V E V I V 然后呢 搜寻 找到 这个 我点下去 我开始安装 安装好了之后呢 我就选择 开启 目前还在安装中 我开启之后 它开始 有一些动画 那我直接 Try it now 当然 要允许 它去抓照片 进来之后 这边是你的照片 我们可以在这里挑 好 假设这张照片 我挑了 它就开始 针对这张照片 目前 黄框框住的 表示以它为主 我点一下 就取消 再点一下 又出现 我如果两个 都要 我点一下 两个 都有 黄框就两个 一起唱歌 我Continue 它就开始 帮你制作了 做完 我Continue 它就说 要钱啊 你就不要 捡叉叉 关掉 它又问你啦 哪一种 你可以 看哪一个 我叫双人 轮流畅 我就点这个双人 就这歌曲 它告诉你 可以有两个人物啦 我点一下 假设还是用这张照片 我点一下 这里头是可以去挑选 你的 哪一个歌曲 有没有 有很多 好 这两个 轮流畅 我选它 进来之后 我另外一个人 他都是一 再点一下 角色一 角色二 两个人 我Continue 就做了 帮你分析完 就开始 准备 唱歌啦 有没有 轮流唱 这里头有个重点 我如果还想继续制作 我就直接有一个 小一的符号 当然 刚才这个要储存 就储存 那我现在呢 只要 一个人唱 点一下它消失啦 这个点一下也消失啦 二 点一下 那我假设只要这个人唱 点一下是一 Continue Continue 它就帮你制作中 有没有 就一个人在唱 那当然我也想存起来 一样 一样 储存 然后呢 继续设定 这个一 这个不要 再按一下 又消失了 就只有这个人 单独唱 Continue 这时候呢 它发现你玩太多次啦 开始给你广告啦 你有插就给它插 有的时候还要等一下 你不要安装 再插插 又可以啦 就这个 这时候我要它一 它二 我一样 再储存 我要一 它要二 按一下 再按一下 它先唱 再来它唱 Continue 又来给你广告啦 你等一下 等它有插 关掉 再等一下 有的会倒数计时 我就关掉 就做好了 就它单独唱 那两个 就是它先唱 完它唱 然后我再来 我再来向左 储存 你要继续 再设定 再Continue 就是针对这一首歌 你一直玩 那我们实际上 我按Hong键 回到我的相簿 你可以看到 我已经做了好多歌了 有没有 那我如果 我再选择 工作清单 工作清单点下去之后 可以看到我这个 我可以把它去掉 好 下次我要执行的时候呢 我就去掉 去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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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下次要执行的时候 因为我已经安装啦 我就可以直接 到我的这个 点下去 是不是就进来了 然后呢 跳过 一样 我给你 给它分数 那你就给它五个星吧 Submit 当然你开启 你开启 就可以 挑选 你可以选择 所有的慢慢看 看哪一个 是你要的 也可以先听一下 好 点两下之后 就是它 然后哪张照片 要去互动 我们就示范 我们就示范到这里 本单元 利用AI的软体 然后呢 帮你的点部配合歌曲 做生动活泼的歌唱 如此 你本来是一个平面的照片 很快的就变成 有音乐 有嘴型 有面部表情的动画啦 本单元到此 告一段落 祝各位学习愉快 拜拜